软饭硬吃我只服王硕 王硕的人生就像过山车 困难时期 连基本生活都要靠朋友接济 更不用说买房子 没有徐敬蕾 他差点流落街头 但在三年后 王硕凭着500万版税 荣登07年作家富豪榜第六位 按照剧情发展 他应该是继续写作 继续报复 但王硕从不按套路出牌 过奖后 他公开宣称 以后我不再为钱写东西了 如再写 我将只为我自己写作 王硕是真大爷 但您能拿他怎么样 接下来的15年 他还真就人间蒸发了 没有任何消息 然而 熟悉他的读者 却不感到意外 因为他在06年就说过类似的话 中国性诗人作家自杀了 作家没一个自杀的 我挺不服气 我想我跟你们俩 放一个说法 但我准备我80岁的时候 我这口眼就抽个下播的时候 我挑一高楼当机跳来 拍子在这 让你们按的 恶心好多天 王硕真是个有趣的灵魂 为了吓大家一大跳 他足足准备了15年 8月12日 一部神秘作品悄悄开启预售 仅仅4天 连续两次加印10万册 抖音微博双双热搜 这样的热度 官媒都不淡定了 大标题写道 王硕新书 是神作还是胡闹 只能说 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15年都没有消息 王大爷的影响力反而更大了 我真吓得读者一跳 他还不忘在新书腰风上告诉读者 我这书就是给自己写的 为还一个新人而已 跟你们没啥关系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 王硕这次一改往日的玩主风格 他竟然以汉武帝的视角 写了历史书籍 还是整整54万字 这本书有趣也有料 用独特的方言 讲述了那些你知道 却又不一样的历史 如果你也喜欢读书 不妨跟随这个有趣的灵魂一起 看看那些有趣的历史